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部即日起有条件开放护照完全过期的民众可以透过线上申报方式来进行换发 外交部南半也办活动加强宣导 前进大南方论坛邀请南部四县市首长及产业代表出席 市长陈其迈也向现场来宾分享高雄永续城市的建构愿景及撑破 人武地区在上次台风淹水严重 对此市府水利局成功争取11多亿元来进行排水改善工程 期盼完工后能解决当地烟水问题 消息首先大家看到的是疫情解封以来民众出国的热潮不解 光是外交部南部办事处平均每天就换发了1500本的护照 为了要疏解申办人潮外交部也从9月3号开始就有条件的来开放护照已经过期的民众呢 可以使用自然人庭证来进行线上申办作业 而在新措施上路的第一天外交部南半也来举行有奖侦达加强申导 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都能够使用这项辩命措施 即便暑假结束但外交部南部办事处仍有许多人要申请或换发护照 为此从9月3号起外交部在全国实施有条件线上申办护照服务 只要年满18岁且住在国内设有户籍 就能使用自然人凭证线上完成申办 让民众觉得好方便 我的护照也快过期了 我觉得还蛮可以赶上这一波 因为说不用到现场还要在那边抽号码牌跟等排队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线上申请是真的方便很多 所以你会尝试这次就是利用自然人生做 对对对我也试看看 就是大家上班忙碌嘛 然后那之前疫情的时候其实在这里排队过 就是人满为患 对对对那这样子网络申办的这个方式 其实也符合现在时代的潮流 对对对政府有跟上时代非常棒 为让民众更加了解线上申办措施 外交部南办在现场办理有奖争达活动 同时强调线上申办措施仅限于护照已经过期 且护照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才能申办 期盼能修解南办的申办人潮 我们是要使用就是那个自然人凭证来抓取你的资料 让整个这个申办流程让整个完成 所以说在18岁以下的民众目前还是不适用 线上填表完成 也信用卡刷卡之后呢 您会收到一份电邮是由我们外交部传给您的 那里面呢附有这个就是收据 到时候呢您可以把这个收据印出来 然后再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 一起到我们外交部理事事务局 或者是四个办事处来领取护照 金门 马祖 澎湖等民众 他们可以透过线上申请的方式 在他们户所来领取这个新护照 那么需要的天数是14个工作天 那么费用是一样是1300 外交部一直希望能够提供美国民 更多更便捷的护照申请的 或者相关的领活的一些服务措施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今天到四点开始 我们全国所有外交部的相关单位 就同步开始实施我们这个 有条件式的线上申请护照的措施 希望国人在满足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这个条件之下 能够在家里不用出门 就可以把护照办好 这样的措施其实对于 不管是交通不方便的地区 尤其是像我从澎湖来 澎湖地区我们那边没有外交部 要申请都要请那个我们南区这边 到澎湖去办行动礼物 我认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外交部南半统计过去一年 已发出50万本护照 在不造成被伪造或盗用的风险下 提供护照过期民众可线上申办 14个工作天后 就可到外交部领务局或4个办事处领取 领导民众则是可就近 在护证事务所领到新护照 记者有击分采访报道 大涉地区有民众反映公共运输服务不足的情况 对此高雄市交通局就规划以公车市小黄T801大涉县 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而这条路线是从阳光大地社区 行进了大涉果菜市场 取公所 男子火车站 见人医院到捷运都会公园站 目前是已经上线来营运了 而江峰局也表示呢 因应各个行政区的需求 市府从民国103年起就首创了公车市小黄服务 接替公车行驶部分班次还有末端地区 后续呢也新批的路线来服务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区 在替代公车补足服务缺口的同时 也能够进一步降低政府补贴款的支出 给造福更多民众 南台湾地区包括了嘉义 台南 高雄还有屏东有四县市 近年来在各项产业发展是逐年的进步 为了让大家了解四县市的永续发展 媒体发起了前进大南方论坛 是邀请了四县市的首长跟产业代表 共同来探讨产业与科技发展新局面 而作为南台湾之首的高雄市 市长陈奇曼也和现场的来宾 来分享高雄在建构永续城市的愿景已成果 南台湾在近年在科技及创新产业蓬勃发展 成为台湾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媒体发起的前进大南方论坛 特别邀请四县市代表于产业界 进行智慧永续产业创新的愿景探讨 藉由彼此的经验分享来带动永续发展 台湾从高雄的城市长等市卫所长 不仅是有破坏的能力 也有破坏的执行力 所以让发挥我们这样的努力 从中央的国家制 到地方的城市建设 经过这几年努力 我想南部的民众 按全国都看到 其实在除此之外 最难难可贵的 使我们出生在科技发展上 能够先后发先事 我们在立能 永续的立体上 几个县市首长跟团队 也都是抱着 希望能够有一步到位 让南台湾的努力 在永续上也让台湾 让国际看见 高雄是南台湾各项产业的龙头 不管是科技及绿能产业 目前已有多项成就 市长陈吉麦特别在论坛中 把高雄各项转型创新的成果 与大家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我想这个计创新的论坛中 在这个部分 在努力的方向 但是 除了过程我们的硬实力 就是那种实力的这个部分 发发AMD设施的研发 第一座是深圳施压的 X的智慧统坛 还有同态跟NVIDIA的这个创立东西 这个经济派这个已经开始 我们可以要做策建 南台湾目前朝向数位近零的目标迈进 处判单位希望论坛的举办 由各县市政府协同企业转型创新发展 带动南台湾产业与科技发展的新局面 记者周恩成 采访报导 凯米台风重闯高雄 尤其人武地区多处传出了淹水的灾情 为此刚示政府水利局就启动了排水改善方案 针对了严重淹水区域提出了瓶颈段拓宽 防洪墙要增高或者是新辟制洪池 等等的阴影措施 目前已经获得了中央补助总共的金额 有11.2亿元 希望在整体工程可以如期如指挽工 来提升地方的防洪量能 凯米台风带来致灾性的豪雨 造成人武地区有多处传出严重淹水灾情 为了提升地方防洪量能 预防豪雨成灾 刚示水利局就盘点人武区排水改善方案 针对曹工新增淹水渠段 争取八空桥改建 并拓宽后进息的瓶颈段 也以局部封闭护腕顶部缺口的方式 提升防洪墙的高度 这是凯米台风造成人武地区 那个严重的积淹水的状况 那经过我们的盘点 原则上人武地区的排水 主要是由曹工新增跟四龙溪汇流之后排入后进息 那后进息本身就是一个瓶颈点 那另外针对曹工新增上面的八控桥 它也是一个瓶颈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一次争取的经费是整座桥要拆除重建 那针对这一次凯米台风有易烟的 曹工新增跟四龙溪的护岸 针对护岸高度不足的部分 我们也会透过把栏杆捕食的方式 透过防洪墙的兴建 来把这整个后进息跟曹工新增 四龙溪的防洪频率给提高 除此之外 水地局也规划在周边核实土地 辟建制洪池 可防止山区旁大雨量流入市区平地 也可提升人武地区的制洪量 减轻水患问题 整体工程也由中央核定11.2亿元 并预计在今年完成各项工程的发包 希望能在明年训期前 完成排水改善措施 另外就是针对整个流域 我们也去盘点了 有四个地方可以去做制洪池 第一个是曹工新增的上游 在十九湾有一个国防部的用地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做制洪池 另外在仁武草坛比地区 有池汇公园跟八卦公园 这两个公园现况是绿地 我们也会去做降花来制作这种池 另外针对仁武的北边 它是由竹子门排水流入后进西 那这些经费加起来 就是我们这次跟水利署提报 开米台风改善的内容 那经费大概在11.2亿左右 目前我们就依照水利署的指示 现在都开始做设计发包的作业 那工程范围比较规模比较小的 我们马上就设计完就发包 那这个部分原则上都可以在明年讯息前完成 近年来人物地区的人口数逐年攀升 因此如何解决地方排水问题 成为相关单位的首要课题 期盼整体改善工程能如期如值完工 提升人物区的防洪能量 记者周震宇 徐凯军才会报道 行政院南福中心从2008年开始来办理南方领袖教育学院 藉由邀请各部会首长办理讲座 让民众对于政府的各项政策 还有未来发展等等内容可以有深入的认识 今年是特别由环境部部长彭启明打头证 由他来分享垃圾山清除 气候变迁还有碳权 碳费等等的多元议题 希望借此让国人可以了解 未来的环保政策试证方向 环境部长彭启明一分享他上任 百日来推动的各项环保政策 像是清除垃圾山的规划 或是极端汽油的应对方式 以及企业最关心的碳定价等 这些都是国家未来环保政策的发展重点 通过部长的亲自解说 让关心相关议题的民众可以更清楚的理解 因为上礼拜我们台湾的碳费三职法已经通过了 其实碳定价已经变成台湾正式面对国际社会 很重要一个里程碑 那我就要特别来告诉高雄的朋友 第一个大企业要收碳费 但是我们中小企业没有 但是我们面对气候变迁 像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他成立了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未来的这个面对气候变迁会更积极 那到底要怎么办 大企业一般的这个民众 或是一般中小企业该怎么办 这个是我要特别表达的地方 希望让大家对气候变迁的共识能够再提升 这是行政院南福中心办理的南方领袖教育学院 透过各部会首长来办理讲座 将政府未来发展的各项政策说明给民众了解 同时也借此与产观学界面对面的沟通 交流意见 让政策的推动可以更符合需求 第一场是由我们环境部的彭部长来主讲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整个气候变迁的环境 然后整个民间企业以及政府 要如何来创造一些新的思维 那当然在卓越院长上任之后 也希望由各部会首长 投入我们新的政策思维 以及创新的一些服务 那也要求我们部会首长要 我们要倾听民意 那让民众来做双向沟通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举办的 这南方领袖学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希望能透过部会首长 那直接跟我们的产观学界 来面对面的沟通 南方领袖论坛从2008年开办 至今已经办理的14届 今年总共邀请了9位部会首长 欢迎民众趁着活动期间到场聆听交流 期盼借此地让政府各项政策推动更顺利 记者会外创报道 公务局大厦住久了 难免会有许多状况产生 为此公务局在今年持续地来举办座谈会 藉由面对面沟通方式和聘请专业讲师做讲解 来有效解决大楼争议已久的问题 公务局为了提升社区居住环境品质 率先全国推动大楼社区多项免费及创新服务 包括了用免付费电话 还有现场律师咨询 公寓大厦认证标章 辅导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 或者是组成移居社区服务团 到社区服务还有土木 寄师注点咨询等等都是全国首创的免费服务 今年度已经举办了有五场的座谈会了 仅剩下最后的两场次分别是9月7号会在小港区的亚伯会馆举办第六场 第七场则是9月21号会在钢山的台湾罗斯博物馆来举办 公务局也呼吁有人数的限制 所以也请管委会或者是市民朋友可以尽早报名 配合高雄铁路地下化最后一里路的新高雄车站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市府公务局的道路养护工程处也在8月完成了战前建国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 道工处就表示了建国路是东西向的交通干道 沿线有公车国道客运站还有众多的旅宿商办店家 同时串联了建国3C商圈三奉中街观光商圈等等 而新高雄车站规划是以高雄之星作为概念 在车站转型之后预计可以带动不少商机 所以建国路的人行道翻新会能疏通城市动漫 也为战区注入更多人潮和活力 目前是已经全面的开放通行了 公务局也表示了建国路的人行道改善是秉持了人本交通精神 采用了凭整耐用美观的优质材料来翻新铺灭 同时也跟交通局合作优化行人动线 同时调整路口行窗线还有设置无障碍斜坡 提供给民众安全又舒适的行走环境 现在毛小孩经济当道 因此就有日系家居品牌 趁着进驻大力百货设立南部首家旗舰店的机会 在两层楼的近千坪空间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家屎用品之外 也在店内规划了全台首座的宠物展间 只凡毛小孩的床垫 餐具用品还有宠物用的阶梯等等小物是应有尽有 还配合南部炎热的天气 推出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的两感产品 希望在新品牌进驻大力商圈之后 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提供消费者更多样的日系家居选择 日本国民家居第一品牌宣布进驻高雄大力百货 跨足两层楼近千坪的购物空间 陈列多样的居家用品 像是大热天必备的两感产品 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买得到 或是针对台湾人喜好推出的请居系列 强调支撑力与舒适度兼具 最特别的是卖场有规划宠物专区 让爸爸妈妈在这里就能为家中毛小孩添购各式用品 高雄市清发局长廖太祥也出席开幕仪式 表示这几年有越来越多外商进驻高雄 让民众在购物时有更多元的选择 除此之外配合亚湾2.0计划 许多国际大厂宣布落脚高雄 相信不仅能带动城市发展 也能增加高雄的国际竞争礼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近几年的这个高雄整体的招商发展 不论是在整体的日商外商也都有非常多新的投资加入到我们 那尤其是我们在近几年看到大地百货 从全台湾最大的东东东西 全台湾最大的木吉 然后再迎来我们南部旗舰店的伊德利家居 那其实都是提供给我们南高雄在地的这个消费者 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日系商品的选择 那除此之外呢 也伴随着整体亚湾2.0的一个计划 那除了这个商业性的投资之外 也可以看到包含像是IBM SAP Sysco AWS等等的国际大厂 陆续的进驻到我们的这个亚湾区 市政府的一个权力协助 所以大力的立场尽量配合 我们的所举办的特色的一个活动 以及我们如何来带动大力周遭商圈 临近的这个商店共同来发展活动 所以我们也希望一起为我们商店 还有我们的周遭社区共同来活动发展 这是我们的意义跟目的 配合南部旗舰店开幕 家居品牌业者也推出优惠活动 民众只要消费买200元就能获得限量购物贷 期盼在新品牌进驻后 复苏整体商圈买气 记者周遭与徐凯军采访报道 小港机场在役后的航班书 还有航点的问题 一直都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对此立委许志杰提出了 航下可以多元规划 还有争取航线计划等等的看法 包括建议把迁移机场航下的行政中心 同时把原址规划成美食街 提供多元服务 另外也继续地来争取 非日本 韩国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航线 甚至是争取长城非欧美的航线 要来提高客容量还有旁班数 让游客在机场可以有舒适的体验 也能够让来往各国的旅客更加便利 小港机场如何再起飞 另一位许志杰认为要从航下站体的改造开始 将争取兴建行政大楼 庆出二楼空间规划美食街跟胶囊旅馆等 来提供游客多元服务 让游客在航下内就有舒适体验 成为大机游客出入南台湾的最佳选择 针对高雄小港机场再起飞 有几个重要项目 第一机场改建计划预计要8加8年 运量可以提升到1650万运量 第二争取兴建行政大楼 庆出二楼空间规划美食街跟胶囊旅馆等 提供多元服务 第三比照日本东京英国伦敦规划郊区机场 避免受到宵禁限制 才能提供长城欧美的运输服务 另外许志杰也努力争取更多的航线及航班 除了已经成功争取新加坡及日本多地的航线 将在持续努力争取更多日本、韩国及泰国等东亚地区的航点 以及长城欧美航线 让国内外游客进出高雄更加的便利 目前高雄航线持续增加中 我目前争取成功 冲绳新加坡航线 钢山十月开航 北海道明年一月开飞 新航空公司也将加入征班 泰国曼谷、日本冲绳、韩国釜山和首尔等航班 未来我会继续争取泰国清迈、韩国季州岛、日本仙台、雄本、宇田、高知等 甚至是长城非欧美航线 我都会持续争取 徐志杰积极争取小港机场提高客龙量及增加航线 希望帮助小港机场再起飞 成为国境之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记者 周恩成 采访报导 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看板单元 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想要前往受到亲子欢迎的寿山动物园 最好的方式就是搭五六公车 而现在搭这班公车 还有可能会搭到特别设计过的主题公车 因为首会的各式风格的 缤纷动物涂鸦就出现在车厢里面 把公车变成的是一个行走动物园 而且搭车的时候还可以来玩戳戳乐 让上山的过程变得是愉快又有趣 寿山动物园是高雄市乐教娱乐的重要观光景点 为了鼓励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高雄市交通局今年特别结合了 动物百科和环境教育议题 以寿山动物园为主题 用首会风打造了五六动物园主题公车 把公车营造成为了一座行走的动物园 今日起民众还可以扫描车上的QR Code来答题 满分就可以来玩戳戳乐的游戏 还有机会抽中价值400元的寿山动物园 动物明星玩偶等等的精美奖品 江湖局长张淑娟也表示了 五六公车是高雄市重要的观光路线之一 要提供更为优质的搭乘体验 所以在今年特别以寿山动物园为题材 打造了行走动物园 让乘客可以胜利其境 而主题公车呢是会随机出没的 也欢迎民众一起来探险 接下来呢是在这一次的奥运的比赛呢 是首次把霹雳舞也纳入了一个比赛的项目 让霹雳舞呢的热潮是席卷了全世界 尤其是刚出炉的世界冠军他的精湛舞技 想必粉丝们都是想要亲眼目睹的 诶这个愿望市政府已经提到了哦 还来帮大家实现 就会在九月中旬我们这个霹雳舞国际大赛的 举办大会上面呢 会让粉丝近距离的来欣赏到偶像的演出 所以粉丝呢千万不要来错过咯 即将在九月十四号还有十五号登场的 2024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 不仅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街舞精英 在这场胜会当中一决高低 也将有六位巴黎奥运级的选手 还有裁判来访高雄 要重现巴黎奥运霹雳舞的盛事 让这场比赛呢成为一场聚集奥运级嘉宾 跟全球顶尖舞者的盛大聚会 无论是霹雳舞的爱好者 还是街舞初学者都不容错过这项顶尖对决 师傅也欢迎大家可以免贝的锁票来入场 因为这将会是奥运之后 环金量最高的霹雳舞盛事 可以让每到巴黎奥运现场观看比赛的朋友 大呼过瘾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我们右昌国中的女孩 她们用脚下功夫让国际都看见了台湾 她们在八月初的时候呢 在各方的支持之下 前往了丹麦来参赛 她们参加的是国际的足球分龄赛 克服了体型上的劣势 一路过关斩将呢 是挺进到了四强 最后在季军赛中是以2比0取胜 也抱回了奖杯 右昌国中女子足球队杨威海外 上个月参加在丹麦举行的2024威尔比约杯国际足球分龄赛 从20个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季军 所以学校是特别在开学日的时候 由校长黄永章颁奖表扬女足队员的优秀表现 加免球员可以为国争光 学生能够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事是一种荣誉跟责任 为了追求最精实的表现 球员成球队成员刻苦耐劳 保持高度训练热情还有纪律 精神是值得加许的 同时面对到人高马大的欧洲小选手 学生们在进攻跟防守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强度 是一个特别而且可以成长的机会 在踢球生涯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回忆 以上是今天9月3号的凤信新闻 更多新闻内容可以前往凤信有线电视官网做查询 另外您可以透过PHCN凤信新闻领书 粉丝页YouTube频道跟爱台湾频道浏览更多资讯 也欢迎您帮我们按赞分享跟追踪 还要邀请您来加入台湾大宽屏的LINEAPP 可以使用维修查询账单等等的便利服务 谢谢您的收看跟订阅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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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